有許多民眾會購買咖啡豆或咖啡粉 回家自行沖泡 但是要提醒您 如果保存不當 可能會產生致癌的毒素 要請您多加留意 將現磨的咖啡粉加進熱水裡 再攪一攪美味香濃的咖啡就沖泡完成 但咖啡豆 咖啡粉 如果沒有保存好受潮的話 很容易產生毒素 交保處日前針對台北等六個縣市的咖啡店 咖啡工廠 網路以及賣場進行抽查 結果有四件被驗出者渠毒素A 消保處表示者渠毒素霉菌本身就存在於咖啡中 最好的生長温度為25度C 而台灣氣候又常年溫熱潮湿 會加速者渠毒素的滋長 目前國家標準者渠毒素為5ppb 而這一次驗出的四件都在標準值內 但毒科醫師就提醒 咖啡豆或咖啡粉 如果室溫擺太久或沒有封存好 就會滋長 折去毒素 民眾如果飲用過量將會傷腎 嚴重甚至會致癌 醫師也建議民眾如果要買咖啡豆咖啡粉 回家自行沖泡建議要買真空包裝並少量購買 買回家後最好放進玻璃蜜蜂罐或是用夾鏈袋放在冰箱中保存 並在開封一個月內飲用完畢會比較安全 記者烏雅宇 陳信隆 龍台會報導 口水 作詞 fra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